大家好,歡迎收看《加油氣信》,我是節目主持人AK 這期帶給大家快信消息,說的是位於中山坦州和珠海駐城區一路之隔的樓盤 朗斯新城,這個樓盤近期首開264套單位 一個小時去化率達到九成,賣了230多套 當然少不了我們開發商前期的推廣 說的是單價7千多元起,總價四十多萬 因為地段漂亮的原因,很多購房者都是從珠海無工人員買房 這個勁爆畫面一度令我上興的2014年在坦州事業的情況 早上擔椅子排隊,晚上才輪到選購單位 因為十四十五棟就已經賣光了,我們收到消息的就是三棟即將推出來 在當下不溫不火的樓市,朗斯新城可以做到禁禁爆,確實非常誇張 我們一起去看看樓盤的資料,和三棟會有什麼會員 朗斯新城現在眨眼看,周邊就是一條高速公路的入口,坦州出口 對面有一個海倫堡,已經是成熟的一個大城區 周邊真的沒什麼,重點就是它的位置屬於我們中山坦州 中山坦州亦被我們中山市規劃了,中山南部新城 即是三鄉、坦州、板庫神和神灣組團發展 而在我們朗斯新城不遠的地方,政府亦都規劃了我們中山南站高鐵站 將來這個交通一定會對這個樓盤造成非常好的離好消息 其實看看樓盤的內在,首推的三棟會賣89平方,三房兩廳兩位 以及108平方,宏廳設計的四房兩廳兩位的戶型 兩梯四戶,27層高,一共有108套單位 我們再看看,其實它是無批膠庫的,真的不是精裝 是無批膠庫,交流時間是我們下年的年底 即是二、三年年底,它是用回朗斯自己的物業 前期兩元八平方,後期可能會加價,去到三元一平方 其實整個小區,我們看到它是分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發展 五期就是完全入開發商,全資去建設的公共配套設施 有幼兒院、小學和社區配套,會交給政府去打理 前面四期就是樓盤,就是我們開發商出售的樓盤 在賣的是一期 其實現在一期內,都設計了跑道、私家水景、兒童樂園 等等,豐富業主方面,在小區裏做休閒娛樂設施 在小區裏做休閒娛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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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關鍵、絃膜樹的物業 但市民跟職業配套設施 最新的益所在研究部 在世界裏做休閒娛樂設施 那麼多特殊 都賣的來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浪斯新成可以卖到金火包 其实价钱是很重要的原因 说的是7000多元的单价 40多万可以上车 7000多元是什么概念呢 我14年买楼,无PAY都是差不多7000元 他说这个价钱真的非常值得买 再看位置和珠海主城区一路之隔 可以说10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山姆店 15分钟就真正入到我们的珠海市区的位置 其实浪斯新成是一个大盘 浪斯新成不缺这些大盘 好像海论堡包括敏捷集团 还有街健康城的地产都是大盘 浪斯新成一定是发展大盘才有它的优势 浪斯新成将来我们都期待它会成熟和配套方面 给到我们的业主更好的选择 其实看回对面的海论堡 当年都是卖6000多元 后来整个小区因为很多珠海人在这里住 硬生生将我们珠海三条公交线路的总站 延长到楼盘下面 造成为了海论堡的居民的出行 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浪斯新成相信亦会这样做 将我们珠海市的末端公交线路 会拉进去 这个是坦州的大盘一贯做法 我们再看回浪斯的地产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熟悉 浪斯早期在01年开始做地产 年份就不太长 但他一开始做 是以绿色科技发展这个主题 去定位自己的地产发展 并且取得非常好的业绩 可以说是成功的 其实他起家是靠什么呢 靠旧改 其实我们看回浪斯新成这个项目 有五栋 可以说是早期本地开发商 拿来发展的 但因为卖不动 就直接跟浪斯合作了 合并了之后 由浪斯去扩大发展 后期如果有业主兴趣 购买的情况下 也会看到 你的房款 包括你的订金 为什么不是转入浪斯的账户 是另外一间公司 因为这块地皮早期 是另一间公司 这些都是以上存在的问题 都跟各位观众朋友说 七千多元的单价 总价世面值四十多万起 价钱确受吸引 而且地段都不差 只不过目前眨眼来看 包括肯定交楼 我都相信交通出行 是这个楼盘最大的不便 行路出去外面大路的巴士站 都要十五分钟以上 以上就是我们今期的快信节目的分享 亦都是站稿段落 如果对楼盘想详细了解 或者想了解更多湾区楼盘政策 欢迎联系我们合伏二线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跟你联系 多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个like 和share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加油喜讯的最新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各位观众收听我们加油喜视频道 如果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可以现在订阅 暗卖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影片了